任务即将失败 系统给我一颗药丸 如果吃下后我就会死 灵魂挑在任务目标附近 看它为我幡然悔悟 痛彻心扉的模样 我转手就将药丸 未进任务目标的嘴里 反正都是死 你死和我死 不都是一样的吗 家人们 关注艺术太难了 好不好吗 求求你们啦 拜托拜托 小姨每天分享不一样的小说故事哦 希望大家能点赞支持 郑文现在开始 你的任务马上就要失败了 还需要挽救吗 系统声音响起来的时候 我正在做饭 我知道任务目标现在在哪 她的白月光今天生日 现在两个人应该正在吃烛光晚餐 怎么挽救 我冷漠地问 刀起刀落 一根胡萝卜顿时断成两节 我这里有一颗灵魂出窍要完 吃下之后你就死了 但是你的魂魄会飘在任务目标的身边 它会因为你的死去而后悔 一个人孤独地过完余生 早在五年前 我的身体里就出现了一个系统 一开始还每个月慰问一下我的进度 到了后来就变成每个季度慰问 只可惜两年的时间 林燕对我的悔恨值一直都是0 或许是我进展太慢 就连系统都看不下去 免费给我出道具 好的 把道具给我吧 我冷漠地说着 菜板上立刻出现一颗身腿瞪眼丸 把道具给我之后 系统似乎有些疑惑 你赶紧吃下去 我们系统会帮你伪造好死亡证明 告诉别人你是心脏病复发死的 那等我再见你一面 我再使用这颗药丸 我把药丸塞进口袋里 系统很赞许地说道 上道啊 姐们 死在她面前 悔恨值应该就高了吧 我嘴角露出一个冷冷的笑 系统是不是忘了 当初我接下这个任务 就是因为我不想死 我的系统手底下有不少任务者 我只是千万之中渺小的其一 在刚认识林燕的时候 系统便跳出来告诉我 如果我不想死 就必须做任务 只要拿到林燕的悔恨值 我就能活下去 否则我会在26岁生日的那天 因为心脏病死亡 她给了我一个台词本 让我遇到事情 就照上面的念 还有一个模范样本 律试不决 照抄无误 她说这么多优秀的样本案例 对着做 总能拿到任务对象的悔恨值的 做完这些之后 系统就消失不见 我按照系统给的样本案例 按部就班 先是在林燕身边当助理 然后天天熬汤虚寒问暖 见客户的时候 我替她挡酒 生意上出问题 我让我爹出资帮她 给白月光买礼物的时候 我替她出谋划策 她家里谋划要给她相亲时 我站出来 成功上位成了她的妻子 为了维持住她的爱 我特意装扮成她白月光 出国前的模样 换一样的发型 喷一样的香水 我眼看着她对我沉迷 但是对我的悔恨值 却还是零 系统给的攻略根本没有 如今系统让我吃药死掉 这份新攻略的实用性 也打上问号 林燕回家了 带着满身的酒味 白色的衬衫领子上 还有红色的吻痕 看来 白月光已经不满足于当情人 想要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也难怪系统这时候 急匆匆的出来 再不来我就要被离婚了 我最烦的挥开了我的手 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不说话 不说话装高手 若是往日 我还会假惺惺地用攻略 问她为什么加班这么晚 问她累不累 反正她也听不进去 还是不说了吧 今天这碗汤 你怎么也得喝下去 我知道你今天喝酒又应酬 喝点汤 结酒快 胃也不会再犯胃病了 好感动 连我自己都要哭了 林燕皱起眉 不喝 滚 是了 她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 不过嘴上这么说 她还是拿过汤 一口喝了下去 哇 我居然亲手为她做汤羹 我好爱她 我笑迷迷地看着林燕喝完汤 看她回房睡觉 林燕死了 死在办公室里 早上她出门时还安然无恙 我都以为系统将过期要糊弄我 可等她的死讯传来时 我才知道这颗药的高明 夫人 总裁在工作的时候 突然心跳骤停 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停止呼吸 猝死了 电话那头是林燕的助理 我故作惊讶 怎么可能 她昨晚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 是不是最近加班太多了 心里却在回忆林燕的巨额保险 助理与其停顿了一下 我这才发现 我好像应该装得很伤心 于是 我的眼中立刻浸满眼泪 泪水噼里啪啦的落下 无声的抽气 却能让电话那头的助理听得明白 助理与其这才好了几分 太太 您要不要来医院 见总裁最后一面 见啊 当然见 她的遗产 我还得分 邻家关系简单 还有一对年迈的父母 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往日对我趾高气昂的老太太 现在正哭得满眼都是泪 是谋杀 这一定是谋杀 我儿子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会死啊 她在太平间门口哭闹着 是啊 你三十岁的儿子这么年轻 怎么会死 该死的是 我只有比她还小五岁的女人 看见我的出现 老太太恶狠狠的走了过来 甚至你故意往她发里下药 我就知道 当初就不该让她娶你这个丧门星 这老太太果然和往日一样 对我充满着怀疑 不过也难得 她是邻家第一个看穿我真面目的人 我拿出这么多年的演技 一副七七惨惨的小白花的模样 妈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会给林燕下药 我知道你一直不满意我 可你不能这么说 老太太咬了牙 霍心 一定是你干的 你好狠的心 把我儿子还给我 我亮相的后退了一步 眼看着林燕助理将老太太扶住 搀扶着老太太去另一个房间 是啊 是我干的 但是老太太没有证据 毕竟现在年轻人猝死的案例实在太多 更何况 林燕是个合格的互联网公司总裁 崇尚996福报 而且身体力行 时不时加班 连家都不回 都是我不好 如果他这段时间加班 连家都不回 我打电话 劝他早点回家 他也不听我的话 我哭诉着 林燕的父亲叹了口气 霍心 这也不怪你 是他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 我冷眼看着他父亲安慰我 实际上这父子两人是一丘之和 林燕的父亲是知道的 毕竟 白月光刚回国的时候 他特意邀请了林燕的父母吃饭 时不时去林家一趟 做足了好媳妇的模样 林家人几乎默许了 林燕和白月光在一起 虽然也知道他通宵加班时 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冷眼看着他们处理 接下来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只需要哭一哭 装作难受的模样 等骨灰和下葬 我就可以拿到他的巨额遗产 还有他曾经买过的巨额保险 走出医院时 阳光洒在我身上 让我感觉格外的畅快 身上传来一阵清凉 我知道那是林燕来了 林燕的灵魂 是跟着白月光过来的 霍心 你怎么在这里 白月光没有化妆 显然是刚知道厄运才来医院 我带着平日里的笑 温柔地看着白月光 秦依依 林燕死了 我作为她的妻子 自然是要过来看看的 我将妻子这两个字 咬得很重 说完 我瞥一眼秦依依的肩膀 我能看见林燕的鬼魂 还飘在成思雨身上 不过似乎只有我能见到 她还维持着她死前帅气的模样 身子是半透明的 整个人漂浮在半空中 更重要的是 她没穿衣服 还好当初吃下药的 是她不是我 让我裸奔 简直让我比死了还难受 秦依依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林燕怎么没和你离婚就死了 是啊 离婚我只能分她一半的财产 她死了 她所有财产都是我的 我慢悠悠地说着 不再维持往日里温柔的模样 林燕脸上闪过一丝惊恶 随即就变得厌恶 很好 就应该这样 秦依依 怎么可能 就算她死了 她的财产也应当分她父母一半 是吗 我故作一副文盲的模样 让秦依脸上好看了不少 我当然知道 离婚之后 她父母也应当分一半财产 但是秦依是不是忘了 林燕为了要和我离婚 想尽办法将财产转移 林燕这个男人向来谨慎 想不给我钱 当然是想尽办法 买巨额保险 买股票 买金条 买股董 买字画 这些我都知道 只是为了拿到林燕回忆值 我一直以来都装聋作哑 现在狗男人直接死了 她留下来的这些 即便是分给她父母一半 比我离婚能拿到的高多了 更何况她做的财产转移 也正好便宜了我 这些也不用分给林家父母 我眼看着秦依朝里跑去 寻找林家父母 奇怪的是 林燕并没有跟着她一起往里走 只见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用她素来清冷的声音警告我 霍心 我林家的财产 你一分都别想拿到 她以为我听不见她说话 没想到我听得清清楚楚 林燕光着身子 在医院门口晃悠的模样 固然搞笑 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打车来到她的公司 以林总老婆的身份 成功进入她的办公室 我拿着一支行李箱 说是要收拾她的遗物 秘书小姐姐一脸惋惜的模样 送我上楼 我说自己想一个人静静 便让秘书小姐姐自己下去 正撬开保险柜 从里头拿黄金的时候 就听见林燕恶狠狠地说道 我才刚死 你就想分我的财产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我应该早点和你离婚的 当初追着我求婚 说一辈子对我好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 天知道这些她花了多少钱 里面有一颗蓝宝石 是上个月大型拍卖行里 派出最高价的宝石 那时候被一个神秘人拍下 没想到是我的好丈夫林燕 秦依依喜欢蓝色 大概是林燕打算求婚用的 我毫不客气地 将装宝石的盒子塞到口袋里 最后好心地往保险柜里 扔了一块50克的黄金 算是给秦依依留点念想 霍欣 放下那不是你应该拿的东西 林燕气得怒不可遏 却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我的行动 还好我带着一只行李箱 为了掩人耳目 除了黄金之外 我打算从总裁办公室里的小房间 取了几件衣服 放在小房间里的一样东西 吸引了我的注意 是一份秦依依的体检报告 上面显示 秦依依已经怀了林燕的孩子 哇塞 好事啊 老林家三代独苗 终于有孩子了 林燕跟着我飘进小房间 看到文件也是冷哼的一声 霍欣 你以为我爱你吗 我爱的从来都是秦依依 你和我妈说的一样 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 我告诉你 我本来是打算和你离婚的 我真想看看你哭出来是什么样子 难过吗 林燕冷哼一声 我将体检报告放回人处 练无表情的 将保险柜里最后的50克黄金取走 再取回几件衣服 塞进行李箱 我应该会生不出孩子来而难过吗 并没有 林燕大概不知道 我并不想要孩子 这五年来 我一直在做避孕措施 我搜刮来的黄金 加起来大概有20千克 剩下的玲珑满目的珠宝 又小巧又不占地方 我用密封袋封好装进口袋里 等放到安全的地方之后 再拿出来包装精美 这里加起来 价值上千万了 回到家没多久 就接到林燕助理打来的电话 里面的她 学着林燕一样的冷漠 夫人 秦小姐让我转告你 她肚子里有林燕的孩子 财产也是要分三分之一的 如果没看到那份报告 我可能还会伤心一下 给秦姨留点后路 可惜 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好的 我已经联系了律师 到时候面衣 没想到啊 林燕刚死 秦小姐就想拿着肚子里的孩子 分财产了呢 还以为他们两个有多爱呢 电话那头的助理 松了一口气 可没等她松完气 我继续说道 秦小姐在你身边 转告她一声 我要求秦小姐 退还我王夫送的房子和车子 还有巨额转账 然后我不管电话那头助理说什么 直接摁掉了电话 让我惊讶的是 林燕现在并没有飘在秦姨姨的身边 现在还在我的边上 现在沉着脸看我 阴森森的模样 似乎带了一点悔意 我连忙掉出没用的系统面板 果然看见林燕对我的悔恨值 上涨了百分之十 真有用啊 在她身边待了五年 这是她最有用的一次 林母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美容院里坐脸 霍欣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丈夫死了 你一点忙都不帮忙 恶狠狠的语气 从电话那头传来 她说话的方式 根本听不出 这是一个豪门婆婆该有的素质 也对 毕竟林家原本穷苦 省吃俭用 供出林燕这么一个大学生 还这么有出息 林燕努力奋斗 拿着我父母出车祸 留下来的抚恤金和遗产 疯狂投资 家里资产涨幅 就和爆发户一样 自然是物质上来了 素质没有跟上 我让边上的技师小姐姐停止动作 这才继续接听 妈 林燕葬礼的事情 你处理就好了 我还年轻 帮不上什么忙 电话那头愣了几秒 最后林母继续说道 霍欣 能不能学学人家秦依依 秦依肚子里怀着孩子 还如今忙前忙后的 比你更像是林燕的老婆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你嫁给林燕 怎么颠来倒去 就是这几句话 林母不会以为 听到这话 我会难过的哭出来吧 我有些不耐烦了 你今天打电话过来 就是骂你儿子当初看走了眼 还是后悔当初让我嫁给他 我瞥了一眼 还飘在半空中的林燕 她现在面无表情 只是后悔值又涨了5% 看来我这句话 还是点醒了她 她后悔当初娶我了 听到我的提醒 林母才想起要说正事 林燕现在去世了 林家的财产 你一分钱都别想分道 你早点收拾东西 滚出去 林家已经和你没有半点关系了 这大概是法盲才说的出来的话吧 我直接挂了电话 并且将号码拉进黑名单 随即在微信上 给林母发了一个名片 这是我律师的名片 你对财产有什么诉求 可以找他 做完这些 我将林家父母的手机号和微信 全部拉黑 在我律师帮我争取到财产和遗产之前 我不想和林家人说一句话 林母这边掩齐息鼓 秦依依却又闹起来了 她一个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上 见鬼 手速慢了 刚才应该先把她拉黑的 我正想挂断 拉黑 结果手一滑点到了接听 秦依依尖锐的声音 从听筒那头传来 霍心 你是不是去过她办公室了 我赶紧把手机拉远一些 点开了外放 她声音也太尖锐了 得让林燕也好好听听 秦依尖尖叫起来的样子 根本不像是一个温柔体贴 善解人意的白月光 怎么忍死了 我不维持人设就算了 秦依依都不帮人设了 我淡然的说着 是啊 我去过 怎么了 莫非秦依知道林燕财产转移 买了一堆黄金 见鬼 她的遗产要加码了 秦依依 你是不是看见她 放在小房间里的东西了 哦 是这个 我松了一口气说道 孕妇的情绪波动 就不要这么打 到时候葬礼上 有你情绪宣泄的 秦依依语气加重 你果然早就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吧 她不爱你 她爱的人是我 她愿意跟我生孩子 而不是和你 我连连点头 对对对 你是她唯一的真爱 她宁愿出轨 劈腿也要和你在一起 我只是一个 得不到爱的可怜的妻子 正在给我按摩的小姐姐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音 林燕脸黑得像是 刚从煤炭里挖出来 秦依依 霍欣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故意装成我的样子 想尽爸爸嫁给林燕 你只是个赝品 天哪 她爱的不是我 我好痛苦 我叹了口气 是啊 我得不到她的爱 我只能拿到我们夫妻 共同财产之中的一半 以及她的部分遗产 她尖锐的声音传来 什么你还想分那么多钱 那是林家的钱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点点头附和 你说的没错 但我是林燕法定意义上的妻子 自然也是个林家人 秦小姐 你才是那个外人 电话那头的秦依依没了动静 她不会也是个发芒吧 我挂断了电话 假装闭上眼睛 欣赏小姐姐的手法 林燕在我耳边大声吼着 霍心 我的钱都是给秦依依的 你一分都别想拿到 好的 只要和林燕沾关系的 全是发芒 现在的悔恨值30%了 涉及感情 还有金钱 的确会长得快一点 不过还得给她下点猛料 距离我的生日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可不想心脏病猝死 按摩的小姐姐 带着八卦的神色 老板 是你老公死了 小三过来分家产 我点头 是啊 小三肚子里还怀着孩子 闹上门来了 小姐姐叹了口气 那你可得小心了 我听说有的男人出轨之后 给小三买车买房 还想着办法将财产转移 看来这小姐姐 懂得还挺多 我连连点头 这也太可怕了 可怜的妻子 陪着她白手起家 最后还落得一个 糟糠之妻的名声 小姐姐附和 是啊 我这两天看新闻 一个女孩子非常有钱 而且爸妈都死了 她老公给她买了巨额保险 故意给她伪装成意外事故 还好女孩子服大命大 活下来了 听说那份保险保单 好几百万呢 她还挺能聊的 不过我听到边上的林彦笑了一声 对哦 我差点忘了 林彦也买了巨额保险 林彦 霍欣 你不会想到的 我给我买了巨额保险 你拿到手的财产 也会大打折扣 而且赔偿也不会是你的 这下不是我忘了什么 而是她忘了什么 我对着小姐姐点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我翻一下她的遗产 看看她有没有留下来什么保险 不用白费心思了 就算是买了保险 上面写的名字 也不会是你的 林彦冷哼一笑 看来林家人不仅是法盲 还健忘 林彦买的保险 受益人写的都是我 包括她爹妈的 这是什么 保险单 我看见桌上的文件 拿起来随手看看 一份巨额保险单 正在洗澡的林彦 慌忙关掉水 披着浴巾 冷着脸走了过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 加班容易猝死 所以给自己买了一份意外线 林彦神情冷淡 我看着她 已经逐渐消退的肌肉 慢慢挪开惨不忍睹的神色 哦 那我看看受益人是谁 叫秦 受益人是我妈 她姓秦 扯谎的本事也够厉害的 秦翠花承受 有了秦一这么一个洋气的名字 她对秦一一还真是爱得深沉 我故作生气 林彦 我爸妈的赔偿金 还有遗产 都给你做生意去了 你现在买一份保单 写的都不是我的名字 你是不爱我了吗 林彦停滞了一下 怎么会 她的公司刚刚拿下不少订单 正是一气风发的时候 我在公司也有话语权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两个闹掰 她甚至连财产 都还没来得及的转移 白月光刚刚回国 她还没有拿我们两个 打拼下来的事业 去养白月光呢 毕竟财政大权掌握在我手中 我就开始胡闹 我不管 你赶紧把受益人的名字 写成我的 我也要去买保险 林彦是冷着脸 老婆 别闹了行不行 这是给我爸妈的一个保障 我的神情 也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林彦 你别忘了 你白手起家的钱 是谁给你的 现在你连意外保险的 受益人名字都不写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直接把保单退了吧 保险林彦是不可能退的 我们来到保险公司 当着我的面 将受益人改成了我的 顺手给他爸妈买了一份保险 为表诚意 我也买了一份保险 写的受益人的身份也是他 后来 林彦开始架空我手中的大权 让我逐渐成为一个 只会享受生活的家庭主妇 公司里的事情 一点都插不上手 再后来 林彦为了转移资产 应该也买了不少保险 让我回去研究研究 看看受益人是谁 等看到家里 所有保险上的受益人时 我都惊讶了 他真的好爱我 每份受益人上的名字都是我 这些保单加起来得赔偿 只要我不做死 三辈子都吃喝不愁了 林彦不在我的身边 恐怕已经前去 安慰他的白月光了 我连忙联系当时的业务员 那小哥接起电话来之后 殷勤的说道 霍小姐要买保单吗 我把林彦已经死了的消息告诉他 小哥在电话那头震惊了几秒 业务员小哥霹里啪啦的说着 霍小姐你一定要吉安顺便 林先生真的太爱你了 每次给自己上保险的时候 都是直接把钱转过来 签字就好了 你不要太难过 我会想尽办法帮你们理赔的 原来是这样 林彦嫌麻烦 每次转完钱之后 就不管保单上的信息 这小哥自然是顺着之前的保单来写 每次的受益人都是火星 而不是情依 也不是情脆化 看来我不仅仅能分得财产 还能享受林彦留下来的巨额保险赔偿 哎 我真的好爱他 在离开之后爱得更加深沉 只能一个人抱着众多财产 在别墅的床上独享寂寞 正想着呢 林彦对我的回忆值一下子翻倍 涨到了50% 我惊得坐起身来 恨不得变成阿飘 飘到秦依依的身边 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的律师已经上门要求 交出秦依依如今居住的房子和跑车 秦依依住进了林家 她的肚子里怀的龙胎 自然是享受到了我无法享受到的待遇 我和我的律师上门时 秦依依正穿着我留下来的真似睡衣 坐在沙发上 扶我留下来的面膜 林母看见我来了 顿时黑了脸 你来干什么 我们林家可没你这个人 我只承认秦依依 我故作惊讶 转头去看我的律师 重婚罪判多久 律师推了推她专业的金丝边眼镜 说道 霍小姐 您的丈夫林先生已经死了 哦 我长许短叹了一声 莫非 秦小姐如今嫁给了林老先生 那我岂不是还得喊你一声小妈 一句话 成功让林家三个人一个鬼黑了脸 霍欣 你胡说八道什么 林爸和林燕同时开口 父子两人默契非凡 我张扬的说着 我今天来是想和你们说一声 遗产怎么分已经公布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虑 记得请一个律师 省得说出去 是我欺负你们 随后 拍了拍正在敷面膜的秦依依 既然怀孕了 就不要富含酒精的面膜 然后再带着律师扬长而去 霍欣 你给我站住 李母在后面大声喊着 让我停住脚步 我这么乖 这么孝顺的一个儿媳妇 自然要听婆婆所说的话 婆婆 你有什么事吗 我过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模样问道 李母恶狠狠地盯着我 为什么遗产分得这么快 是不是你在里头做手脚了 我看了一眼 跟着林母跑出来 已经将面膜撕掉的秦依依 嘴角一笑 这分明是秦小姐要求 尽快分完遗产的 林燕生前的律师 我的律师 已经在协议上签字了 哦 对了 我们是不是忘了说 林燕的遗产清算已经公布了 律师了然 立刻从文件家里 取出一份文件 递给林母 林母现在不顾遗产 为什么分这么快 快速接过文件 扫了一眼 师生大叫起来 为什么她只剩下正点遗产了 公司的股份呢 房子呢 林母恶狠狠地问道 秦依着急地说道 是不是你把她遗产吞了 我疑惑了一声 这些遗产是她自己公正的 据说是为了和我离婚做打算 除非你们知道 她婚内 转移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我还是善良的 特意分了几出房子给林家人 不然就仅仅凭借林燕 那一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又亏得裤衩子都没有的股票 恐怕连秦依孩子的奶粉钱都不够 我真是个好人 我真爱她 我在心里默默地给自己点个赞 这下林母话都说不出来了 财产公正是她儿子亲自去做的 上面还有她儿子的亲笔签名 为了防止她耍赖 我甚至把签下公正的视频 拿出来给林母看 秦依依跌坐在地上 似乎没想到 到手的东西这么少 林家怎么混乱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的回忆值已经到达了80% 只差林们一脚 我就能活下去 林燕追在我后面骂道 霍欣 离婚 我要和你离婚 谢绝了律师开车送我回去的好意 我自己一个人待在车上 听到林燕说的话 我挑了挑眉 林先生 你是不是忘了你已经死了 我摊牌了 不想装了 正在对我咒骂的林燕 整个鬼都不好了 你看得见我 我点点头 我一直看得见你啊 不然你以为你身体好好的 没有心脏病 怎么死的 原来是你下毒给我弄死的 我要做尸检 我要让你进监狱 一辈子都出不来 林燕恶狠狠地说道 我耸了耸肩 没用的 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我看得到你 林燕 我在你身边待了这么多年 难道我比不过秦一陪你的一年 林燕喘着气 或心 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爱过你 你不要以为你和秦一长得像 我就会爱你 我要的也只有你家的钱 我点头 这下我就放心了 你要是真爱过我 我还嫌恶心呢 说完我一脚油门踩了出去 林燕只能靠飘 连车都坐不了 看着我踩出去的油门 大声咒骂 回到家中 林燕部分遗产已经清算完毕 打入我的账户 我开始将这个别墅里的东西收拾起来 这是货家的祖宅 在嫁给林燕之前 我也是货家的千金 刚生下来就有心脏病 而且治不好的那种 我爸妈为了给我治病 四处游走 还刻意攒下了万贯家产 想保我一世平安 可我的身子没有好转 直到五年前 林燕出现在我身边 我的身体奇迹般地开始好转 我爸妈以为 林燕就是我的药 他们猜的没错 某种意义上 林燕的确是我的药 而我毕竟年轻 一开始还真以为 这是小说里所说的 缘分天合 像小说里写的 靠自己的努力 成功让小说男主 忘却白月光的存在 和我在一起 或许等我拿到回忆值 我们两个就能健健康康的 永远在一起白头偕老 生下一个可爱的孩子 老了之后 看着孙子在膝下成欢 可是我错了 我爸妈出车祸 我哭倒在林燕的怀里 而那一次 仅仅是那一次 林燕的回忆值上涨了1% 从那刻开始 我就知道 林燕彻头彻尾都没有爱过我 她以为我爱慕她 耍尽手段成为她的妻子 是爱她 而她也需要货家的大笔财产 来铸造她的商业帝国 秦依依在国外工作的那个研究所 是我爸商业伙伴的分公司 我一个电话 秦依依失去工作 灰溜溜地回来 成为林燕的白月光 然后林燕财产转移 买巨额保险 做财产公正 准备和我离婚 我原本在公司里埋下了暗雷 只要她和我离婚 这个暗雷便会发作 她到手的资产会瞬间清零 并且成为附属 而我同样也安排了媒体 绝对会让他们两人身败名裂 在圈子里混不下去 就算系统不出现 我也能让林燕后悔的 连底库都剩不下 悔一直95% 系统出现了 系统出现在我身边时 林燕正好要有我大吵大闹 说实在的 我有点厌烦 林燕死了以后 魂魄不散的模样 让我觉得很烦 现在林家的遗产 已经分配妥当 我和林家人再无瓜葛 霍欣别以为不知道 你心里伤心得很 我死了 你只能够伤心一辈子 怎么样这个伤害对你来说 是不是很难过 刚好这个时候系统出现了 不错吗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 很快就要达到百分之百了 系统赞许的说着 随即她就发现了不对劲 哎呀死的是她呀 其实我还有些忐忑 系统会责怪我乱用药 可随即系统更加赞许了 不错你把药给她了 我就不用再耗费能量替你复活 再将你身体修复好 林燕清清楚楚的听到了 我和系统之间的对话 瞬间炸了 林燕 所以你来到我的身边 仅仅是想用我做任务 霍欣 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不爱了 是的 曾经爱过 但现在不爱了 不知道她没有听出来 我的言下之意 我只能眼睁睁看着 我的进度条达到了百分之百 系统打个响指 恭喜宿主 任务已完成 我顺带帮你把这个魂魄清理了 霍欣 霍欣留下最后一句 就魂飞魄散 而我的身体里 却闪过一阵清风 悬在我头顶的 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就这么消失了 系统 你做得不错 我会给你写成样本 让别的任务者好好学学的 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吧 再也不见 再也不见 我点头看向外头的小花园 春天的花开了 我总算是活下来了 至此全文完 感谢阅读